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7日,希望就讲得及,因为没听过,整首就在最后,不过这里就跟大家分析一下歌词。 虽然这个叶善文的歌曲都不错的,以前就是黄尖填词,最熟都是黎明,但是当时,讲着黎明时分,黎明来到,是不是? 纸醉金迷的时刻,当时那首黎明就是期待97前夕,就是等着,希望97年7月1日就永远不要来,是97年7月1日的黎明不好来,结果都来了。 这首就是叶善文的其中一首歌曲,话说那时候,大家的作词人,就是顾家辉,郑国刚,但是,莫过于,比较出名的,就是上一代那些,黄尖,林真强,黎小田那些,是不是? 而后一点的,才是林直,黄伟文等等,今天,由于有朋友仔点唱这一首,那我们又来看下歌词,都挺有趣的。 就是林郑强一家,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因为一门多杰,也都有林燕尼,拉到黄尖那条拉,那话说,黄尖和林燕尼的一段情,就是由金庸,亲手正分的,那虽然,那情海翻波,这首令时十分,都挺有趣的,就是无论唱的也好,田池的也好,那他们的婚姻呢,都不错的,那可能因为,已经, 亭海翻波过很多次,才决定那段婚姻是怎样,但是,也都可以有另一个解释的,就是因为一首歌曲不同人听下去,就会有不同的意思,不一定是情情素素那些,那些,那样的,那样的,那样的。 一首讲生日的歌曲,那个笔竹都挺浪漫的,林郑强的笔竹都挺浪漫的,就是以前呢,我看过林郑强的笔竹都挺浪漫的,就是以前呢,我看过林郑强的, 如果有以前那些看就好了,今时今日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图书馆各样那些,都写得挺鬼骂的,他有些,对了,他60至90年代,很多这些,我们叫鬼才,写过那些,无论是歌曲,或者是作品,都不得了的,虽然,因为我没有仔细地去研究,但是,由于黄尖和林彦尼以前,都开过这个广告公司,啊,又是这个叫做历史, 兴趣大搜查啦,如果大家很熟悉,黄尖和林彦尼等等,那堆东西的,不妨又传点资料过来,我只知道黄尖和林彦尼,那开过广告公司啦,而刚好林振强啊,那他以前,就读浸大那边工商管理各样那些的,那虽然,就是不是说文学院出身各样,但是,就反而有些商业的触觉啊,那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帮手那些啊,那他这首歌, 我又说一下歌词先,就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啊,我经常都听到这句的,啊,Happy Birthday to me嘛,为什么是零时十分,啊,捉这个生日快乐啊,因为滚泉清单里面呢,啊,如果有人零时十分,赶着头班车,去捉一个人生日快乐的时候呢,是不是非常之有意义啊,排着队的嘛, 就是通常那些好朋友互捉生日快乐,有些零时零分零秒啊,是不是啊,但是零时十分,就是拿个约数啦,又不会太趕急,就是不是斗快的嘛,这家东西,有时叻机,啊,又或者断线,不是他没心的,而是这个外围因素所决定,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了,就是最重要,如果物理的环境不容许的时候,啊,就正如孙文先生当日,啊,他都不会在满清的国土里面,啊,虽然有时都会,啊,你可以看回一套叫做十月围城,就有记载,六号冬,孙文等等,啊, 还有香港那些乡亲,啊,怎样帮助当歧视孙先生,啊,去推翻这个无道的满清,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呢,啊,都认为绝对是大中华民族的一次黎明,那很可惜的就是呢,这个不是黎明啊,这个直接是梦魇啊,时至今日,啊,已经过了110年,最后发觉,啊,就是都没办法,当歧视他没有实权嘛,就是于是乎,就要乱俄用功,他都不想的,某程度上, 那结果,啊,就被这个共独,啊,那就破体而出,危祸至今,就是实属可惜,如果说屈结的话,啊,大英帝国这头可能更屈结,啊,因为经常有雨,而且天气又凍,是不是啊,阴阴冷冷的,所以这头你是流行chia up就真,啊,你如果再走去买这些这样的歌曲的话呢,就真是大事了,香港反而在赤道一带,气候疑人,哦,平时都是这么热,虽然,人牌又凍, 但是在最贵常春的环境底下,啊,你走去双春碑抽一番,啊,有那个,那些叫什么,啊,buffer,有门冲,就是大把子弹,啊,肩人密客,这首歌呢,啊,是讲密在人非的,要写的,啊,应该就是失恋啦,又或者是失意啦,就是戀爱,对于,说不可以这么说的,就是sexist的,这些,应该这么说, 对某部分女性来说,这个公运,对某部分女性来说,啊,戀爱是一生的事业,那如果事业受挫的时候呢,就等同男性,啊,失业啦,差不多啦,是不是啊,那种失意,啊,差不多而已,一样而已,而这首歌曲,啊,那种同时斗志的方式呢,是很濕图的,啊,就很照顾 歌中形容的那个主人公,就是开手的时候,啊,是回望回往式的一切,灵时十分,依畅看来暗灯,迷途夜雨,静闻老人,陈在遇中,你低声滴雪,Happy Birthday,My Loved One, 嗯,还是往式好,但是,不在人非,啊,往式未必是一直可以保佑,不要说啦,人生一直是一个流逝的过程,怎么都会,新老病史,等于钱穆先生当日,啊,申赴香港的时候,有这个新雅的效果,当时都是顶配流来的,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天高远,当时,啊,就不单止失恋,啊,面仔都有问题,啊,亨宜,啊,有他, 和谋中三,唐军毅先生等人,啊,可以逃离这个魔掌,所以,中国的文化,啊,才得以至少全成到万一,好啊,今时今日班人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在那儿焚书,啊,就坑虞的,啊,文化的最大破坏者,啊,所以,啊,第二段就开始讲失去啦,咯,为何应当,只得我爱望于是,爱爱着知,夜般已是, 那着凉背冬的香槟树,HAPPY BIRTHDAY TO ME 杯香槟都是凍的,就是因为呢,啊,今回呢,我都是第一次看这首歌,跟着那一段呢,啊,就难了,因为整个调都转了的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山神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 嗯,即是如果你想起李白的一首诗句 花间一壶酒,独着无相亲,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姬不解饮,影图随我身,赞叛月张影,行乐需及春 这种是人身上的排解,人身苦短,也所以到最后,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好好珍惜自己 往后,啊,仍然是有很多的机会,天生我才必有用,啊,这些是李白说的,更何况 时运之不济,啊,就只是一时的,这里就说到 无人夜中,穿起那名言无意,外外独葬,直之鹿时,那着两杯暖的香槟树,HAPPY BIRTHDAY TO ME 在这些情况,就更加应该抵礼斗志,想当日周文王在有理的时候,啊,也都是承受着夸下之欲 但是到最后,啊,都能够将这个殷咒除枝,为世人除害,原因就是因为,啊,他有好好保存自身,啊,他不简单的 甚至乎,啊,这个咒王将他的儿子,啊,变成肉酱意粉给他吃,那你猜他不伤心吗?啊,都伤心的,但是到最后 啊,重要的是什么,啊,这个叫做HAPPY BIRTHDAY TO ME,啊,其实更加重要的,啊,就是好好保存自身 保存自身有很多种方法,啊,贵的,啊,就是等待黎明,啊,那以下,啊,送上这首,零时十分,啊,啊 零时十分,已唱汗海暗灯,迷途夜雨,正问路人 陈在如中,你低声的说,HAPPY BIRTHDAY, MY LOVE ONE 为何现今,只得我爱望于世,爱爱坐之夜半已是 那着凉背东的香品书,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生生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 无言泪珠,无言泪珠,穿起那名言无言,爱爱读初,直之六时 那着凉背,暖的凉笨雪,HAPPY BIRTHDAY TO ME 为何现今,只得我爱望于世,爱爱坐之夜半已是 那着凉背东的香品书,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生生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 无言泪珠,无言泪珠,穿起那名言无言,爱爱读初,直之六时 那着凉背,暖的凉笨雪,HAPPY BIRTHDAY TO ME 那着凉背,无言泪珠,无言泪珠 凉背,无言泪珠,无言泪珠